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天文不嗨的節目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我們天文館白天 唯一可以看的目標 就是我們的太陽公公 大家很好奇說 我們待會看太陽什麼好看的呢 我們其實要加上一些適當的濾鏡 把太陽光減弱 就可以用我們的望遠鏡 來安全地觀測太陽 像是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太陽表面上 有一些黑黑的點點 這種比較太陽黑質的東西 這樣表面一些磁場比較活躍 溫度上比較低的地方 大家比較好奇的是說 我們這個照片怎麼看起來 太陽感覺是光光滑滑的 好像沒有像我們印象中 會噴火那個樣子呢 剛好我前陣子從天文館的防操箱中 掏出一個太陽觀測專用的 H alpha濾鏡 這種濾鏡就可以讓非常窄波段的 H alpha浮現的光線通過 相比於我們一般的太陽觀測濾鏡來說 它就讓整個波長 就是紅色黃藍電子的光線都通過 這種濾鏡就可以比較細微的觀測太陽表面 這種氫氣所形成的結構 照片會像這個樣子 那為什麼這個照片是黑白的呢 因為我們在科學上會習慣說 這種單一波長光 我們就用黑色或白色 來表現出這個波長光的強或弱 那我們習慣上一般人可以想 把它套上一個橘紅色的顏色 然後就形成我們所說的假色影像 這個橘紅色的顏色其實並不是真的 是把它套上去的 用這個顏色 就是它的光線的強弱 那我們透過這種H alpha的窄屏濾鏡 就可以比較可以看到太陽表面這種日耳啊 凸起來這種環狀的結構 是比較容易觀察的 那最後呢我們到底觀察這些太陽結構 跟我們地球的人上氣溫熱不熱有沒有關係呢 其實在歷史上曾經有一段時期 叫做蒙德基曉奇喔 那時候就幾乎沒有觀察到太陽黑子 又持續了幾十年左右 那我們地球的氣溫也確實有變低 就是全球進入一個雖然小冰河的時期 但是其實這個太陽活動跟地球氣溫的關係 科學家也還沒有搞清楚喔 那其實最近一兩年太陽的活動確實在增加 從原本的幾小期到太陽黑子的幾大期 預估下一次可能是2024、2025年左右 太陽黑子的活動會最多 那這個太陽黑子的活動跟地球的關係 我們一般人可能比較有感覺的 其實我們的極光是會變多的喔 所以其實最近有越來越多的這個極光的募集報告喔 那也希望我們之後疫情解封之後 大家有機會去一些比較高度的地方 那就比較有機會欣賞到這些美麗的極光喔 那我們聽完不回來 大家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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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一次 我們下一個年的收拾 也可以拍攝